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有很多网友私信我 电动车的电机能不能改成发电机 今天正好咱们拆了几个电动车的电机 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发出电来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咱们拆了好几个 这个是电动车的减速器 里边在叉速的 这个是拆开的减速器 里边全是磁轮 这两个电机就是电动车的电机 这个是电三轮上的 并不是俩轮的 咱们今天就测试一下电三轮的电机 现在这个电机是500瓦的功率 咱们看看它能不能发出电压 电源线 这三根主线就是电源线了 这种电机都是三项的电机 相当于380的电机 这几根细的是霍尔检测的用的 咱们要用的就是这三根 正常来说 这三根线两两之间的跌压是相同的 现在咱们先测一下 任意两根之间 跌压是多少 看看能不能发出电 为了让电动机运转起来 用手电钻 带动旋转 现在就把手电钻掐上去 进行测试 由于这种电动机 要让它发电的话 发出来的跌压是 交流跌压 所以咱们把望运表 打到交流的200伏 它的电压是不可能超过200伏的 现在把手电钻掐上 先看一下手电钻 850瓦的 最高转速3400转 掐上去 好 你用手按着电机 别让它跑了 现在转一下试试 来 3400 现在手电钻已经打到最高转速了 3400的跌压 然后把手电钻 转速降一降 转一降 转速降了以后 电压一下降 始终是有电压输出的 就说明这个 电动机的电机能发出电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 电压不高啊 而且 就是随便两根 我们把它掐到另一根上 这样的跌压也是一样的 最高转速也是34伏 两两之间跌压是一样的 通过这个实验说明这个 电动车的电动机是可以当发电机用的 但是需要很高的转速才能 达到30多伏的电压 转速低了根本不行 如果想用这个电机给电动车充电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需要升压才行 我们要拆这个电动机干嘛用啊 做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以后给电瓶充电 然后在没有电的地方使用就特别方便了 这期视频就是先测试一下 让大家对这个电动机有所了解 下期视频继续和大家分享风力发电机的制作过程 感兴趣的可以观看一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